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勒斯坦的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被以色列占领 截至到现在,巴勒斯坦的国民已经快要没有容身之地了 那么,为什么巴勒斯坦被打得这么惨,却很少有国家真正帮助他们呢?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区域图巴勒斯坦地区原本是犹太人祖先生活的地方 后来,犹太国被灭,犹太人流落到了世界各地定居 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祖先也来到了这片区域,并在这里生活 在二战之前,就有不少犹太人选择落叶归根,回到巴勒斯坦地区定居 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遭到了纳粹的残酷迫害,又有大批犹太人回到了巴勒斯坦地区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巴勒斯坦地区已经聚集了近六十万的犹太人 他们打算在自己祖辈生活的土地上,重新建立起犹太国 犹太人的举动,惹恼了巴勒斯坦地区的土著居民 当地的巴勒斯坦人认为,这片区域是祖上流传下来的 一直以来,他们都生活得好好的,怎么可能你们犹太人说要就要 为了解决两方人民的冲突,当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决定出面调解 1947年,联合国通过巴比分治的方案,即在巴勒斯坦地区成立两个国家 一个是由犹太人组成的以色列,占据巴勒斯坦地区1.5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另一个是巴勒斯坦国,由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组成,占地1.15万平方公里 这个决定让巴勒斯坦人非常不满意 于是,他们对犹太人进行三天的疯狂报复 犹太人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 第一次中东战争由此爆发 中东战争一开始,巴勒斯坦人凭借了同种同源的几个邻国埃及 叙利、黎巴嫩等国的帮助,集结了几万人的部队 企图抢回所有巴勒斯坦人,也是阿拉伯人的地盘 当时的以色列刚刚建国,甚至连国防军都还没来得及成立 更不要谈什么飞机大炮呢 双方力量十分悬殊 以色列刚刚成立,就遭遇到了灭国的危机 但在此时,美国却突然表示了对以色列的支持 也是联合国刚成立 继续立威,美国对阿拉伯的国家不服从安排,非常不满 又或是出于未来战略上的考虑,美国决定站在以色列的身后 而这一战,就一直站到了现在 以色列获得了美国的帮助,开始发动反击 结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不仅没有损失土地 反而还扩大了自己的疆域 到了1964年,为了打倒以色列 阿拉伯国家又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面对威胁,以色列主动出击 接连对埃及、叙利亚、约旦 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 这就是第三次中东战争 战争结果,依然是以色列获胜 阿拉伯国家不仅死伤了大量士兵 土地还被以色列给占领了 埃及的西奈半岛 约旦控制的耶路撒冷 叙利亚的哥兰高地 都成为了以色列的国土 战争中的以色列军 随着之后第四次中东战争 又一次以以色列的胜利而告终 阿拉伯人的反以联盟也开始瓦解 到了后来 他们就慢慢不再理会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了 而随着巴勒斯坦的国土面积越来越小 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 流亡到约旦 黎巴嫩等国 并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军队武装 企图发展成为新的政权 这给当地的政府带来极大的困扰 而他们时不时进行军事活动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恐怖袭击 也一波接着一波 这更加让阿拉伯各国对他们敬而远之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 巴勒斯坦人在各国成立的武装势力 几乎都有各自的目的 他们各自为政 并没有以消灭以色列为最重要的目标 相反的 像巴结和哈马斯火星一样 他们自己的内部还会发生冲突 于是乎阿拉伯国家也越来越不敢去招惹巴勒斯坦 而以色列却抓住这个机会 与中东一众阿拉伯国家建交 近年来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友好 参考资料 巴以冲突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